因为我看最近有很多知名的大型的美国企业 其实要求员工强制一周当中 可能必须有三天或几天到公司来上班 这样子对于商用不断产的价格会有一些支撑吗 还是说其他的量体非常的小呢 其实相对来讲这个比例其实并不是很高 因为我们还是可以想象 因为原来是五天大家都要进来工作 那现在你这些员工你给他还有两天的时间工作 那这多出来的办公室空间 大家其实可以做一个分享 那他相对需要的这个办公室空间会变少很多 这是一方面 二方面就是说我们讲刚才几个比较大的公司 但是我所了解是有相当比例的公司 他其实根本就是觉得说 好吧那就直接放给员工 员工工作 像我自己所住的这个社区这个地方 其实有好多人我都认识他们的公司其实是在克拉多 或者是在加州 但是他们住在东外来工作 那在家工作 这个相对来讲他们也很乐意 而且对公司他的雇用来讲 他可能就是说有增加比较大的一个弹性 那唯一大概不能在家工作的那就是老师 因为我们当时也是在家也是工作 可是上课还是一定得要到学校去跟学生互动 但是我们也必须想出一个 指出一个很潜在的很大一个问题 就是说固然在家工作可以降低通勤时间 可以减少这些能源的耗费 可是某些程度来讲也造成人类这个疏远 还有我们的心理健康的一个潜在的问题 所以这个其实这是一体的两面 任何的方面上看起来好的事情 其实后面还是有相当的成本要负担 教授那在商用不动产 就是明显下行的情况之下 对于美国的经济跟金融体系 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吗 是这样子 就是说因为商用不动产来讲 它某些程度来讲 还是就是是银行贷款的 很重要的一个抵押品 那如果说我们看到商业建筑 商业不动产 它的需求下降 它的价格下降 一方面它担保品价格有下跌这个问题 更重要的是说表示说 这些工商业 它除非是有比较新的一个 应运的盈利的模式 不然的话它可能 又面临到说 它获利能力下修的这个问题 那一旦这种获利能力下修问题 它是不是有足够的一个还款能力 那这就是它抵押品的价格 如果有些的情况 会不会对于金融业 它的资产品质 可能会造成一个负面的影响 真的是值得观察 As rate hikes continue the capacity of borrowers to repair the debts is being stretched The commercial real estate sector continues to face challenges with defaults on the rise 另外如果说 在一般住家的不动产来讲 因为经过2008年 这个金融海啸 整个美国的金融业 学到非常痛的教训 那这就是很痛的领悟 加上美国的立法部门 国会的立法部门 后来以修法 又比较加强 对金融机构 它的风险控管的监控 那现在来讲 住家不动产 这个地方发生金融危机的几率 可能相对来讲 就比较小了 所以目前还没有看得出来 就是商业不动产下行 造成的一些危机吗 目前看起来其实是没有 因为整个金融业来讲 美国的金融业来讲 它的不良贷款的比例 其实目前来讲 还是属于蛮低的一个情况 再加上就是说 因为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 大家都学到一个教训 就是说对于贷款 它特别会重视现金流量的问题 还款能力的问题 而不是在于说 你的不动产抵押的问题 抵押品是不是充足 那大家会对于流动性 不是看得那么重 它主要还是看重 它的还款能力的部分 所以目前来讲是并没有看到 很明显的这样一个情况 那我们也可以回想 在今年年初 两家比较大的金融业 FIRST Repower Bank和CITAN Bank 他们发生这种倒闭的情况 其实他们的产生的原因 也不是因为他们资产品质不良 就是说他们放了很多的呆账出去 完全就是一个资产 他们这个资产负债管理的一个错误 因为他们那时候 像譬如说CITAN Bank 他手上明明领总会一直在升起 他手上还拿包了一大堆 美国财政部的债券 债券的价格下跌 他难怪就实现很多的损失 所以主要是在于 他的经营的管理策略不当 倒不是因为整个不动产 价格下跌的原因 那目前看起来 就是美国联准会的部分 接近终点的情况之下 那对于这个美国房价而言 是不是他就已经开始有一个支撑 他不太可能再继续往下行吗 那这样对于通膨 是不是进一步要再往下走 也是很困难呢 好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因为我们如果说看整体来讲 当然就是说 这整体的房价可能就是说 大概就是维持一个水准 但是每个区域很大 差异其实很大 譬如说像都会区来讲 他的房价其实还是比较往上升的情况 因为原因是因为永远都有人要搬进来 是要在都会区寻找他的比较好的一个机会 另外就是说在这几年 美国所谓的single home house 他的量比较少了 所以相对来讲 现在变成说multi family house 会比较多 也就是有点像台湾这种集合住宅 但是他就不是像台湾的公寓一样那么密 因为他大概一个multi family house 他大概就是说不会很多 但是就是比较集中性的 比较多家的这种情况 他会变得越来越比较普遍 那这个价格 他其实上涨的空间也相对来讲会比较大 因为这种房子 他通常来讲也是出现在比较是都会区 或者那种比较密集的区域 那相对来讲 在比较不是那么都会区的情况之下 他房价可能会有可能下跌的空间 因为他需求就不是那么强 那此外呢 还要看这个区域的经济发展的情况 那譬如说像最明显的大家第一个想到就是 这个凤凰城亚利桑那 因为半导体产业就跑到那边去设厂 那除此之外 在二亥二也有半导体产业 还有在德州也有半导体产业在那边设厂 那在这个区域性来讲 他可能就是因为有新的创新的产业 带来一个当地不动产一个新的机会 那尿路亚利桑那